欢迎收听科幻未来有声小说 吞噬星空 作者 我吃西红柿 播讲 独家出品 第445集 而片刻之后 楼阁外已经传来脚步声 以及一些很细微嘈杂声 只见楼阁外狼到远处 黑色羽衣男子 红 罗峰 走在最前面 后面远远还跟着大批大批的少女 都是痴妹族少女们 显然是来看热闹的 罗峰 红 这就是极清了住所 黑色羽衣男子不舍喇 摇指前方那一座幽静美丽楼阁 哦 红眼睛一亮 目光落在那一座楼阁上 连忙走了过去 罗峰 黑色羽衣男子 则是跟随红后面 吱压一声 那楼阁门打开 一名七儿短发女子走出来 罗峰看着这女子 虽然从虚拟罗网络搜索的资料中 曾经看过激青的照片 可是 当真正看到激青时 罗峰也感觉到 这叫激青的一些不同之处 她身高比较高 身材比例却很完美 七儿短发 显得英姿洒爽 她那没遇见的神情 显然是一个很果断 很坚毅 很独立的一个女性 简单说 是有点偏女枪人感觉 可是 她的眼眸中 却仿佛是有着一汪泉水 在看着红 好似都快哭了 你真傻 七儿短发女子 看着红 轻声道 红只是微微一笑 七儿短发女子 直接冲上来 紧紧抱着红 控制不住的眼泪 不断流下来 远处观看的赤妹族少女们 很多都露出笑容 红也笑看着这一幕 别这么冒险 不值得的 激青紧紧抱着红 红轻轻抚摸着激青的头发 玄机二人分开 双目相对 一切都过去了 那些阻碍都眼消云散了 红看着激青 微笑道 突然 激青松开了红的手 不断往后退 青青 红眉头皱起 对不起 不值得的 激青看着红 你走吧 就当我只是你的一份记忆 走吧 红面似一片 旁边观看这场景的 罗锋也愣住了 搞什么呢 大哥也是想尽了办法 终于能够让那幻灵网 不再阻碍 可是 现在这激青本人 怎么说这番话 青青 红盯着激青 透过激青眼神判断 这激青是不是中了催眠 迷魂等一些秘法 红看着激青眼睛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特别是在修心境界上极高 观察极为敏锐的红 完全能够透过眼睛的一些细微反应 判断激青是否是中了催眠 迷魂等秘法 还是说是发自本心说出这些话 怎么回事 青殿下说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还有什么意思 分手呗 怎么突然就分手了 之前青殿下不是死活不肯屈服 所以被关押在阁楼中吗 怎么就突然改变主意了 远处郎道上观看的赤美族女子们 一个个低声彼此议论着 他们也疑惑 明明一场大喜事 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红默默看着极青 极青也看着红 从眼睛中 红能够判断出 极青并没有被催眠 迷魂 怎么突然就决定离开我 红看着极青 你跟我说过 有些事该去做 有些事不该去做 做决定的时候 要果决 该牺牲的 就应该牺牲 极青轻声道 声音虽轻 可是连站在红后面的罗锋 都清晰感觉到 这个气而短发女子 话语中的坚定 所以 就牺牲我们彼此的感情 红追问 极青没有说话 只是咬牙点点头 牺牲 红盯着极青 低沉道 为什么你祖祖祖拦 你老师祖拦的时候 你不说这些 还硬撑着抵抗祖祖老师 然而现在 我让我的兄弟帮忙 总算亲自见到你老师 幻灵王 最后赌命闯过十八亿幻境 当我成功闯过十八亿幻境 开心来找你时 你却跟我说这些 为什么 为什么突然变卦 为什么之前不说 红盯着极青 极青沉默 红整个人怒气已经上涌 站在旁边的罗锋 也有些不分 这一切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极青一直坚持着 抵抗祖祖老师 可现在 最后时候却突然变卦了 看 那个红要发飙了 是人都得发飙啊 听说他之前 都赌命闯十八亿幻境呢 一不小心 恐怕现实中命都没了 现在清殿下 突然说这些话 他怎么可能不怒啊 是我我也怒啊 这么好的男人 能放弃吗 赤妹族那些女子们 彼此议论 观看着事情发展 红看着极青 极青低头道 我必须做出抉择 爱情重要 可有些比爱情更重要 这也是你告诉过我的 红身细口气 真的 决定了 嗯 极青点头 红露出一丝苦笑 没想到 我这么多年 再一次喜欢上的女人 竟然是这般结局 极青摇摇嘴唇 虽然她是一个女强人 而且 在家族内很多事情上 她都能做主 甚至于 她自认为她比她父亲要强很多 就算面对那些 不朽神灵的师兄师姐们 极青也没有丝毫低头念头 可是 在她唯一倾心男人面前 她总觉得自己很软弱 极青 红看着极青 嗯 这七儿短发女子抬头 看着心中最爱的男人 希望你 实现你的目标梦想 同时也说一声 抱歉 这段时间 打扰你了 红微微一笑 说完 红直接转身 走向罗锋 老三 走吧 红看着罗锋 说道 随即 呼的一下 凭空消失不紧 罗锋沉默看着这一切 又看了看 远处强忍着眼泪的七儿短发女子 低叹一声 搜的一下 也凭空消失 意识回归现实世界了 红大哥 极青看着红转身离开 消失不见的瞬间 脑海中不由回荡起 红最后说的那一句话 抱歉 这段时间 打扰你了 打扰我了 打扰我了吗 极青心底默默念叨 他很清楚轰得为人 他那看似平淡简单的一句 抱歉 这段时间打扰你了 说完之后 就转身离开 这隐藏着何等痛苦 而且 极青明白 红这一走 恐怕不会再回头 因为他很懂她 对不起 极青在心底默默道 那些观看的赤妹族女子们 一个个都有些发懵 原本他们以为 靠独命闯十八爱玉幻境 得到机会的红 会因此而伤心 痛苦 愤怒 会有一些很过激表现 可是 他们谁都没有想到 竟然仅仅说了 抱歉 这段时间打扰你了 这一句话 就转头走人了 就好比 虚拟宇宙公司 麾下那一群 不朽神灵们的宫殿 都是在雷霆岛上 这宇宙佣兵 联盟麾下的 不朽神灵们的宫殿 也是聚集在一个未面中 在那幻灵宫中 发生的一切 被那些仆人们 彼此交谈 很快就传播开去 连闯幻灵王 布置的十八爱玉幻境 这小子不错呀 至少在面对 爱玉幻境等方面 是很强 估计其他方面 也不会差 啊 还是我们 巨府斗舞场的 特等精英 你去安排人 将他招纳进 现在正在 培训的训练营中 是 大人 潜污宇宙国 九大一级行政星中的 穷绿星 罗氏庄园 罗峰看着眼前的红 心中暗叹 自从三天前 本来看似 能够圆满解决的一件事 突然却横生波澜 当时罗峰就认定了 甚至于直接和红说 我敢肯定 他本来那般坚定的 抵抗老师 足足 可却最后时刻突然变卦 这是很不正常的一件事 中间不是那银血侯 讨鬼 就是幻灵王做梗 红当时却回答 我当然明白 银血侯或是幻灵王 从中影响了激情 可大哥 你怎么就这么走了 就这么放弃了 或许别人影响 可做决定的是青青 红淡然一笑 而且我很熟悉青青的性格 他和我很像 做出的决定很难改变 而且我听得出来 他的确是发自心底 做出那个决定 为什么呀 他为什么要放弃 因为他自己 或者是为了家族 红轻声叹息道 我很熟悉他 他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 他成为超级强者的梦想决心 丝毫不亚于对爱情的渴求 而且 他对继承家族 也有着很强的直说 站在庄园中 罗锋看着红 回忆着三天前的二人对话 安叹不已 不管怎样 自己这位大哥 这一次的确是悲剧受尾 罗锋 别为大哥不值 红微笑看着罗锋 人生本来就有悲欢离合 而且这次我闯过十八亿幻境 反倒是让巨斧斗武场的高层坠到我 还专门下令将我调进正在进行培训的一批特等精英训练营中 如果不是特别下令 我必须再等好几十年才能进训练营 罗锋点点头 嗯 保重 放心吧 红微笑点头 罗锋 我和图二就先走了 那花白头发老者洛也说道 罗锋点点头 当即洛红二人进入旁边草地上停了的 直径约有六百二十米的 圆形飞碟形紫色金色博杂的一艘宇宙飞船 这是巨斧斗武场专门派来接红的宇宙飞船 大哥 闯出名堂来 让那幻联王瞧瞧 罗锋喊道 走到餐门口的黑衣红 转头笑道 闯出个名堂 我从未怀疑过 老三 你可不能松懈 否则大哥 说不定就追上你了 有本事尽管追 罗锋哈哈一笑 随即 红狼声笑着 直接进入那宇宙飞船中 片刻 这巨型飞碟状的宇宙飞船 就缓缓起飞 飞离罗氏庄园 很快就一飞冲天 消失在云层最深处 草地上 罗锋仰头目送着 那艘宇宙飞船离去 殿下 敌伦战身后 大哥去巨斧的无常的特等精英训练营了 不管怎样 大哥的事已了 这件事到此为止 我现在没有必要逗留在穷运行呢 敌伦 去安排下 准备出发 回我的家乡 罗锋感慨一声 是 敌伦点头 罗锋仰头看天 家乡啊 银河系 地球 已经超过两百年没有回地球了 自己罗氏家族 都已经是一个大家族了 该回去看看了 罗锋默默道 当天 罗锋带着护卫军 乘坐云墨星号 离开了群域行 开始前往家乡银河系 潜伍宇宙国 离穷域行大约数万光年的 一颗很普通的生命星球 瓦罗星球 瓦罗星球 一座地下基地内 组长 情报已经透过虚拟轴网络传送到 经过369重连环翻译 以及宇宙坐标位置对应的字符更换 得出情报内容 罗锋刚刚带领护卫军 乘坐FG宇宙飞船离开了群域行 去向不明 情报部给出推论 罗锋前往他家乡的可能性 达到72% 一名穿着银色致服的光头三眼男子 恭敬道 另外一名穿着黑色致服的光头三眼男 则是看着面前屏幕 屏幕上正有着一详细资料 正是关于罗锋资料 9号的情报资料还非常少 必须搜集足够资料 有绝对把握 才能实施暗杀行动 在人类108宇宙国疆域内 每一次施展行动 我们都要付出巨大代价 必须做到一次即可成功 让残杀1号失败 我们损失很大 这次不能再失败了 黑色致服光头三眼男说道 同时命令离银河系最近的第13小腿 去探查9号家乡 银河系地球 黑色致服光头三眼男吩咐道 是 银色致服属下 恭敬应道 幽静地下基地内 再次恢复平静 这神秘组织的成员们平时都很沉默 很少会说话 当罗锋带着护卫军乘坐雨墨星号 在暗宇宙中以50倍光速前进时 确有一艘看似普通的C级黑色飞碟状宇宙飞船 已经抵达银河系 所对应的暗宇宙内的一片区域内 在这片区域内保持慢速飞行站 队长 这一片空间已经被强大不朽神灵施展了密法 这样的坐标 我们无法前往银河系地球 绿色致服魁梧圆人 恭敬道 间隙声音忽然响起 情况和搜集的资料一样 我们的确是没有办法直接前往地球 除非是透过虫洞 再耗费近三年时间才能飞到地球 二是 申请组织派出强大的不朽神灵 直接破开着空间密法 另外一位绿色致服高手男子 恭敬道 一排共有八名绿色致服男女 站在他们面前的 是一名银色致服老者 银色致服老者点点头 第一种情况透过虫洞 在元宇宙中飞行三年 这是组织无法忍受的 而要破开空间密法 必须得是强大不朽神灵来 潜伏在人类 一千零八宇宙国疆域内的 任何一个不朽神灵 都是组织无比宝贵资源 这事我会提交给组长 暗宇宙 雪色三角星外星的宇宙飞船 正在以惊人速度前进 因为穷玉星距离银河系地球的距离 足有近亿光年 所以就算是在暗宇宙中 以五十倍光速前进 也需要大约两个月左右才能抵达 所有护卫军都默默在休息舱内 主休息舱的金属墙壁上 爬满了藤腕 密密麻麻藤腕遍布 绿油油的腕叶摇曳着 将这宽敞休息舱 都好似变成小森林 那一台营养舱舱门 忽然自动开启 哗啦 赤裸的身体 从营养液中起身 各位听众朋友 本集播放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